22号美国总统拜登在记者会上被问到 是否可能延长撤军期限 拜登表示有这样的讨论 但希望不必延长 拜登表示美国从20号到22号三天撤离了1万1000元 他表示美国已经启动民间后备航空队 协助科布尔机场的撤离行动 另外多家媒体报道 由于伊斯兰国的分支 伊斯兰国呼罗山省对美国公民和阿富汗盟友构成威胁 美国军方被迫寻找通往科布尔 哈密德卡塞机场的替代路线 对此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 22号接受美国CNN采访时表示 美国严肃对待这件事 新唐员亚太电视张其林综合报道 新唐员亚太电视张其林导致